各位POL716的網友 大家好 我是小失 今天小弟就和大家在這裏 來看看現時 市面上剛剛有很多新的手機出現 我們都開始去很多不同的手機發佈會 久而久之 我們都有機會借到一些電話回來試試 現在小失手頭上有三部電話 第一部是Samsung Note 8 另外有Sony XZ1 以及現在小弟在使用的G6 其實每部電話機都有它自家的好處 例如Sony Sony這部還保留了兩個左右聲道的喇叭 其實如果你要看劇 它自己用手機喇叭發聲 其實效果是最好的 但如果說一個螢幕 日系傻瓜機仍然保留16比9 其實在握手上 就沒有18.5比9 或者18比9那麼舒服 不如試一試給大家聽 如果用回它們手機出來的聲音 究竟是怎樣呢 我自己在現場看 最棒一定是Note 8 因為螢幕一定是最大的 而且它還會是最光的 光得來但它是偏藍的 最暗的一定是G6 但色溫都可以準 Sony這部的光亮度 其實中間的Wide Balance 就有一點偏紅 小弟就預備了這隻Campfire 的仙女座 日常小弟都會用這隻耳機去聽歌 那麼它們的什麼呢 又易推又好聲 還有很多細節位都出來了 所以現在就會試聽一下 一些手機裡面的歌曲 小弟試完了這部G6的聽歌的效果 聽這個海闊天空的DSD版本 一開始的琴音 琴音的餘韻蠻大 而且那個回聲比較大 出來的效果 唐音會有點過火 以Hi-Fi級的DAP來計 老實說 G6未能做到Hi-Fi級的DAP XEZ1 XEZ1給我的感覺很不錯 除了三頻很平均 出來的聲音很乾淨 還有家區聲音很出色 之外 它沒有多餘的反音 很誇張的反音 它不會有 最重要的是 它可以聽到背景 有些空氣的聲音 XEZ1給我的感覺 聽歌是有六七千元的DAP 接下來我們就要試這個Note 8 Note 8 聽歌有一個挺搞笑的功能 叫做Adopt Song 它說尋找最適合你的聲音 其實有點像Auto Setup 之後我會有一個自己的標準音質 它有一個叫UHQA 超高音質的功能 我先開放它 音樂部分會變小聲 但家區聲音的立體感很好 而且高聲感很強 現在我關掉Sign Alive 的個人設定功能 再聽一次 現在感覺上音樂的氣氛就好了 但家區就企厚了很多 給我感覺有點像聲頻 即是由16bit 或者24bit 升到32bit 本身都很希望拿起iPhone 8 但好可惜到現時為止 都沒有一部iPhone 8 有人可以借到給我 我們試試現在 2017年中心的時間 三部機王 遲些LG都會出V30 相信LG的V30 可能在聲音方面 亦都可以為LG 抬起一半 都不頂的 小失意Nope 8 或者Sony這部機 來做一個比較 因為這兩部機的 比較取向會比較近 如果你喜歡聽歌 或者比較中性 我會覺得Sony的聲音 出來會舒服 和平衡度會比較高 如果你希望買一部機 可以 嘩 我好多的Telemaic 東西 亦都很想聽很多K-pop 或者一些比較刺激的音樂 Nope 8 應該會適合你 希望這個評論可以給大家 另外這三部機試完之後 我會選哪部呢 你猜 我三部都不選 我會等其他機再出 再跟大家評論